宏达电财测产,毛利率新低,营收减三成 智慧手机大厂宏达电,昨天下午举行线上法说,公布财报 去年第四季营收为1,014亿,税后净利109亿 单季EPS为13.06元,是2011年获利最低的季度 宏达电表示销售不如预期,主要是新旧机种转换不顺 加上欧元贬值,冲击产品价格,毛利率同步下滑 还有在美国市场,又遭到苹果及三星夹工,才会节节败退 宏达电昨天也公布今年首季猜测 预估营收仅有650到700亿,将比上季大减超过三成 而且毛利率由上季27.1%,奏降至25% 创洪达电转型自由品牌以来新低,让法人大失所望 另外洪达电最新公布的1月营收为166亿,也创下22个月来新低 法人预估,洪达电第一季手机出货量恐怖到800万只 今年营运将面临极大挑战,洪达电股价昨天提前反应利空 开盘不久就由洪翻黑,一路走低,平临跌停板 中厂收551元,大跌30元 高盛证券科技产业分析师严博宇说 2月是淡季,洪达电营运还会持续打底 要等到3月心机问世,才会重拾成长动能 动新闻综合报道